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果仁 話說我覺得自己是甚麼話說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果仁 我覺得自己也挺玻璃心的 為甚麼我自己覺得自己是玻璃心呢? 自己覺得自己 話說昨天發生了一件事 那件事我就不說了 然後到了今天 我們看instagram的動態 發現了一個post 給大家看一下 他就說這個 玻璃心計分表 1至3分就是玻璃心 結果我是9分的 9分的 所以就是我很需要別人的愛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看看究竟有沒有真的那麼玻璃心 我在網上找到一些網站 今天我就會找三個不同的網站 來測試一下究竟我是否真的那麼玻璃心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 開始 我們現在看的這個就是 心七項玻璃心指數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看看 OK 他說 如果同事想你買大樂透 雖然我不知道是甚麼 你會如何出資 但是 算B的人 玻璃心指數70 玻璃心指數70 你是一個跟著感覺走的人之 做喜歡的事情 那就是70分 我不知道是否說中了 總之就是70分 我 第二個網站 這個是說 李是玻璃心 我鐵石心的測試 甚麼 準確率100% 那我真的要試一下準確率100% 稍後 一會猜到出來的結果 不要跟我說是鐵石心 好了 開始了 讀取終請稍等 自幫開心 我鐵石心 仔細想想看你身邊的朋友 都是 這各種性格 各種周圍的人 都有嗎 又好像是 試一下 下面的地點 你會希望再介入 與你男朋友第一次約會 喂 我這個鬼知道甚麼 我鬼知道 隨便吧 叫公園 你說要購買一件東西做的預算 通常會 剛剛好 說有餘 想換手機 你會用甚麼 當然是用蘋果 如果你有了自己的房間 你會 算 佈置一下 最先佈置 但我是想最先佈置到門 為甚麼它不給門 槍 槍也好 好了 分析中 喂 這個很明顯 這個是 嗯 又說100%準 這個 根本就不準 這個是鐵石心 我根本就 其實我不知道 有沒有那麼厲害 準100% 不準0% 共1707票 好 這個網絡是完全不準的 OK 我們一起來看看它說的甚麼 好 非常之準 好真 好厲害 非常之準 這個網站 我建議大家一起去這個網站 分… 分白 OK 大家一起去這個網站 我們看看最後一個是甚麼 好了 又是測驗 開始測驗 心痛的時候你會怎樣辦 平時一樣做我沒事 做了整齣的菜 等一半回來 看法結果它等然 算 有了不回來 你會 算罷自己吃掉 你會 道歉 賣了彩卷開獎 竟然發現差一個數字 就能中頭獎 你會 超可惜難過 男人竟然要結婚了 你會 嗯 無法真心地服他 你想要留到最後的 雞腿經驗給朋友 直接拿去吃 嘩 這些事件全部都很適合我 不是適合我 就是幾… 這些話題很貼切 我覺得這個網站可以相信 算了 你覺得玻璃心 事指 是否真的要我自己批評自己呢 軟弱的印 罪讓你心痛的瞬間時 為什麼會 出門口發現 忘記了 忘記式冷氣 會覺得很心痛的呢 這句 一請瘋的報告 好了 我看看結果 玻璃心 嗯 這個應該有點盡 嗯 這個有點盡 嘩 嗯 這個挺盡 應該挺盡的 對 挺盡 OK 好了 就看完三個了 那一個呢 就是玻璃心70% 另一個呢 他說鐵石心 那最後一個呢 我覺得最真實 而且題目真的很貼切 那他就說 是真的玻璃心的 那我就覺得是真的 是對的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這個網站 我三條連結放在下面 OK 好了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題目挺有趣 下次可以再拍其他這些的測驗 對 挺好玩 好了 那今集就這樣 好了 那今集就這樣了 喜歡記得LIKE和訂閱 按下按鈴鐺 記得收藏 記得 死啦 我太多沒說Youtube的電掃 忘記了說 好了 那今集就這樣了 喜歡記得LIKE和訂閱 按下按鈴鐺 開啟小鈴鐺 記得Follow Instagram OK 這裡 好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